Hello,大家好,我是Sherine Hello,大家好,我是豪仔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我們終於到了一萬個訂閱了 其實這一萬個訂閱可能對於很多朋友來說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多的數字 但是對於我們兩個來說,其實已經是很多的了 因為我們一開始拍片,其實都只是想著玩一下的性質 沒有想過可以這麼短時間就會有這麼多的支持者 而且始終對於剛剛開始拍片的我們來說 其實這些數字某程度上都是可以推動到我們不斷拍多些不同的題材給大家去看 其實今天這條片除了Q&A的環節之外 在之後的部分,其實我們都有一部分是回復一些網民的留言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第一個環節就是Q&A 第一條問題就是很多朋友都有問我們 就是我們還有沒有做我們之前拍片的一份工廠工 答案就是我們已經沒有做的了 承接下來也有很多朋友都很關心 我們究竟現在的工作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做一份某品牌的warehouse工作 我們就沒有再做食品了 那這一份也是比較輕鬆一點 那可能都立即會有朋友關心 那究竟如果我英文不是說很厲害 那又會不會做到這一份工呢 那其實這一份我們都很坦白地跟大家說 就是英文是要OK的這一份 但是這個就真的要少少啦 是啊,還有上班的時候都有應用到英文 就是都要的 那還有就是可能都會問我們 那我們平時還會做些什麼呢 就是拍片咯 其實拍片是我們平時真的會做的事情 就是上班之餘我們都會拍片 就是你拍片都要想題材啦 我們要拍啦,要剪啦 那所以都是要時間咯 好啦,那之後呢 就會有朋友問 啊,那你除了上班之後 為什麼都這麼多時間拍片? 拍片是不是你們興趣啊? 那這樣呢? 那其實呢,我們就 不是真的這麼多時間拍片而已 我們都真的擠一些時間出來的 就是可能有時候是放工之後拍啊 有時候可能是放假拍完之後就馬上要剪啦 其實我們是一開始拍的時候 是打算玩一下而已 那慢慢其實都養成了這個 好像是我們的興趣那樣 那還有,都想回覆一下網上的朋友啦 因為可能其實我們拍的內容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嘻嘻哈哈 到處去啊 或者是被人的感覺都是好像到處玩那樣 但是其實某程度我們拍這些片的背後 其實我們很多時間都是真的擠出來的 而且不是大家看到我們那麼舒服的 因為始終我們又要上班啦 又要拍片啦 其實不是說那麼容易去兼顧的 尤其是真的要保持住 就是可能一個禮拜可能要出一兩條啊 這樣的情況下就更加了 還有可能大家都看到我們 就是那些片都有一點點題材啦 就是有時候都有些題材 那其實我們都是要去想啦 要時間去想 可能我們經常下班就立刻聊啊 那慢慢都變了拍片 其實都好像是我們的工作那樣 你們的年齡層和簡單背景 那簡單背景都有幾個朋友都有問我們啦 就是我們在香港究竟是做些什麼工作啊 那年齡層就是 是女人的秘密來的喔 不過都ok的 可以說的 那其實我們兩個都是80校來的 那都已經結了分啦 那就是這麼簡單啦 那至於你說背景啦 那其實我們兩個都是大學畢業啦 那我自己以前在香港就一直都是從事一些銷售的工作啦 那你呢? 那我呢就是做customer service為主的 那我就做過物業管理啦 也都做過酒店啦 那酒店是最久啦 我在酒店界都已經浸淫了很一段時間 打滾了一段時間 打滾了一段時間 打滾了一段時間的啦 那但是呢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呢 都一定有人問呢 那為什麼你們不找回你們的老本行呢 或者有時候身邊的人會這樣問啦 其實以我們香港的資歷啦 其實我們如果要在這一邊找回一份 就是我們自己老本行的一個普通的職位 其實都不是一些難事來的 但是不知道呢 可能會選擇不同啦 就是做CS的朋友仔應該都知道 就是做CS真的你每天都會被人罵啦 沒有原因被人罵啦 不是理錯的被人罵啦 就是壓力大啦 就這麼大啦 或者是一些 就是有特法事的時候 你又會OT一兩個小時啦 那就是像阿嬌所說 就是個個都做壓力大的工 難道真的個個都想做壓力大的工嗎 就是這樣啦 可能來到這一邊 那個心態有一點點不同了 就是你其實是想 有一份穩定 存到錢 養到家 就是可以work life balance的工 其實那個人是會開心一點 就是我們其實過到來 你都會想 就是你移民得 你都會想生活也有少少改變 就是我們以前壓力大的工 或者以前可能生活比較多壓力 但是你來到這邊 你都會想可能輕鬆一點點 那個生活模式可能有些想改變 那這邊呢 就不像香港這樣 就是你要做到很高職位 你才交到租 給到首期 供到樓 就是這邊可能你打一份普普通通的工 你都可以買到樓 不是太大負擔啦 不過當然 可能我們自己遲些都會 突然之間又想做回老闆行 又未頂 或者我們突然之間 嘗試行想搞一下生意 也都說不完 就是我們這一刻 遲些的計劃我們不知道 不過這一刻我們就想試一下 這一邊多些不同的工種先 那當然啦 這個只是我們兩個自身的想法 那也都有很多人 是其實不像我們這樣想的 那當然完全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大家的想法不同 那因為始終每個人 可能都會有不同的目標 那有些人移民了過來 其實純粹是真的可能 譬如他為了小朋友 其實他還是很熱愛自己的老闆行的 那當然 那你在英國找到一份 你自己做在香港的工作 那當然是好 那只不過是我們不是 說真的那麼傾向 想做回以前香港的那個公眾的意思而已 是的 我們不是真的熱愛自己的老闆行 對 就是很多人都很熱愛自己的老闆行 那當然啦 我們也都知道 會有很多人都會說 就是你們學歷又不是說差啦 英文也都不是說差啦 那你如果不做回老闆行 就是走去可能做一些 南嶺的工作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可惜啊 那我們都可以很斬釘截鐵地回答你 那其實 如果你對那一行 其實已經是再沒有任何的流暖 或者其實你已經不再喜歡做 那又何來的可惜呢 還有可能我自己之前都試過兩次的Working Holiday 所以我又很習慣去做一些跟香港很不同的工作 就是我又不會覺得 我大學生來的 我在香港做管人那個 現在過來被人管 就是我反而又多享受一些比較簡單的工作 就是怎樣說呢 你做一份工作 其實你最重要是問自己你做得開不開心 就是如果一份你做得不開心的工作 給你多多錢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那就是當然啦 現實的說當然是那份工作不要太少錢先啦 重點是 在應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麽 你說先 嗯 嗯 如果我來講的話真的沒有 因為我之前有在那Working Holiday過 那我也都在那讀過書 那今次過來其實 全部東西都是我比較熟悉的東西 那所以第二四塊真的沒有 我有 什麼 駕車 這個真的是我最大的困難 我到現在都還未克服到 因為 這是心理障礙來的 真的對 這個真的是我最大的困難 我在這裏生活 不是 我覺得還有一樣的 就是我們還未找到一間 我們很理想的房子來買 算不算 哦 算了 這個 不過其實我覺得都不可以說是困難的 嚴格來說 只不過是我們兩個的擔心 可以說是 因為 沒看對 是的 沒看對 那這個始終都是 會解決到的事 那解決到的事我覺得又 不可以說是一個困難 嗯 想問 如果沒有什麼專業的技能 在Lise 還是Manchester 會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呢 嗯 我覺得兩個地方都是差不多 不過如果你真的很嚴格的問我的話 我會覺得Manchester 可能會比較容易 但是其實在Lise 我又不覺得很難找到一份工作 如果沒有什麼專業的技能 就是正等於我們 我們都找到 哈哈 想了解一下你們的背景 剛才回答了 那麼年輕人過來 有什麼打算 會不會有House Tour 有什麼打算 嗯 暫時都是 找一下錢先 遲些可能生孩子 計劃買房子 我們都有想過可能 遲些 不是現在 可能都會找一些小生意 搞一下 不過那些就 說不定 也都未知 會不會有House Tour 遲些 對呀 現在都未買到 都拍不到給大家看 可能在說這個 是不是 這個就是House Tour House Tour House Tour 我們都有機會會拍的 對 大家可以等一下 哈哈 有沒有掛著家人 是不是每星期都跟家人聯絡呢 會不會有家人來英國呢 超級掛著家人 這個真的 還有 我們都每星期都會視像 也會有一個WhatsApp Group 經常都WhatsApp的 他們會不會來呢 這個有機會 有計劃過的 不過可能是 遲些的事 未確認的事情 請問會不會 幫準備過英國的香港人 在Lease附近 看新樓盤 收費多少 可以怎樣聯絡你們 嗯 首先 多謝你 這麼看得起我們 因為 我們自己本身 都未買到樓 我們還在看 還有 我們對於 買樓的程序 或者這方面的資訊 其實都不是說 十分專業 所以 這件事 我想就不會發生 所以 還有我們都建議 你 譬如 如果你真的買樓 始終對於任何一個人 來講 其實買樓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人生一大的決定 所以 盡量都真的找回一些專業的人 來幫你們 下一條問題 你們會不會去完英國的其他城市 例如是 Lottingham Leicester 或者是 Cambridge 那些二三線的城市 你意思是 我們會不會去玩 還是會不會去住 我們會去那些地方玩的 即是去多些英國不同的地方玩的 但是住的話 暫時都是List Do you intend to buy house 會 我們會買樓的 我們會買樓的 不過 真的未看得對 我們之前那條看樓片也有說到 我們那次真的自己想去看 我們接下來都會 看多幾間 可能看多幾區 都可以再拍給大家看 帶大家和我們一起去看 我想這件事都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所以我想我們都要一點時間去選一個適合我們自己的屋 嗯 好了 那Q&A的環節先到這裡 我們先回答這麼多 因為我們都不想這條片太長 如果真的沒有回答到你的朋友 我們遲些如果有機會開Live的話 到時再和大家聊天 那這一部分呢 我們就想回覆一下 網民的一些評論 是關於我們整個頻道的方向 因為我們也有時候會看到有些評論 是說一些我們自己拍的東西 我們有些題材 例如是這個 其實香港人現在最關注的是 英國哪區樓 便宜漂亮正 工作易不易找多些 其實我們都知道拍哪些片 是特別多人看的 不過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我們拍片是我們的興趣 我們是很享受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都會有我們自己的東西想拍 即是我們都會想想一些比較特別的題材 拍給大家看 即是讓大家可以多看一些不同的東西 不是只要下去 都是看那些 那還有 有時候我們都知道有一些東西 是未必那麼多人看 但是其實我們自己都會構思很久 是覺得有趣而想拍給大家看 因為始終這件事是我們享受去做 我們就不想把它變得太過 好像為了cater人 所以我們先去拍 而是我們自己覺得有些題材 即是覺得都挺有趣的 挺特別的 我們自己可能構思的時候 其實都會覺得很有趣得意的時候 我們先想拍給大家看 那當然在這樣的大前提下 並不代表我們不會拍樓盤片 或者是一些工作體驗的片 只不過是我們希望 是以我們自己覺得有趣 或者是以我們自己想拍為一個衣� 然後我們接下來這個頻道 我們都會想拍多些不同的題材 給大家看 雖然未必cater到很多人 未必是很大眾的口味 但是大前提就是 當大家看一些這麼另類的影片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放輕鬆一點的心態去看 不需要太認真 和過分閱讀我們的影片 就是有時候我們是想大家看完之後是開心 還有我們會想用英國這個題材的內容 但是用一個比較有趣的手法去演繹出來 讓大家可以看多些不同類型的東西 而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留言 就是很認真 或者是真的我們說明是挑戰 實測啊 實測啊 整股啊 但是大家又會變成我們是真實這樣做 但是大家又會變成我們是真實這樣做 真實你們是不是都是這樣啊 或者是好像 總之偏離了我們那條影片的內容的方向 所以我們其實真的 有時候一些很玩的影片 真的是課分的 例如挑戰 我們真的在做挑戰 我們平時不是這樣的 或者是大家看完開開心心 輕鬆一點去了解一下我們為什麼想拍這個內容 那其實就OK了 好啦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裏了 除了Q&A之外 也希望遲些會有機會開Live 和大家再談多些解答多些問題 大家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Like和Comment 記得Follow我們IG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